今天晚餐有可樂餅 雞肉 切棒 這是在日本隔離吃的便當 照燒雞 魚排飯 豬排飯 還有製冰雞配可樂 又是好吃的拌飯 而且今日的拌飯裡面居然有兩顆煎蛋 韓國的隔離餐也很韓風style 但香港的隔離餐卻被罵翻 有香港社群貼出六框對比圖 日本 韓國 上海 新加坡 台灣 隔離餐都很澎湃 但香港的這塊 麥片早餐被酸很像是嘔吐物 甚至還有這很像棕色的菜瓜布 不知名食物 港民抱怨隔離餐不只賣相差 還傳出高達三十多人疑似食物中毒 因為其實就這樣找我去到求助的 其實都有約摸超過三十戶的居民 是有這個吐舍的跡象 整個隔離餐裡面原來晚上是沒有醫生去住場的 甚至最簡單的吐舍的時候 他們需要一些刺織的時候 那其實可能在一個隔離餐裡面也都缺乏的 由港民解隔離後 怒斯特首林鄭月娥發出的感謝卡 除了不滿防疫政策有問題 光是隔離餐或許沒比較就沒有傷害 TV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